我们协会尊敬的陈会长 陈泰 诸位大的祭司 阿弥陀佛 时间过得很快 从上一次讲课到现在 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现在比较慢 那我们上一讲再讲到 净土起信是非常难 特别它是一种超越世间 这种忘情 执情的一个法门 所以一般的世人难以起信 那一般的世人难以起信净土 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本来的自我 就我们的人生 从出生长大 进入社会 结婚生子 就一般人生的轨迹 到衰老 最后躺到医院 还是临终 他都被这种我执我见 跟世间的种种这种条条框框所限制 无法见到内在的本来 那净土呢 它是一种超越于世间化的这种存在 所谓超越 就是说它是没有烦恼的 清净化 那一般世间人每天烦恼很重 为了营生牟利 对吧 为了家庭的种种的这种计较 加上我执的这种各种烦恼的变动 所以是很难的 那从我执我见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净土起信第三里面 一般的世人 就从我这个执见的角度 跟人本为意望所类的这个角度 所出发 他不仅仅不能从依报的角度 来理解净土的种种景象 对吧 从眼睛能见的角度 来说世间就是这样 哪里有什么净土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心量的这种放大 乃至我们内在心性的这种清净 无为解脱环脑的这种心量 跟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种振报 它是超越于我们环琴所能一策 那这一点是一般世间人不容易做到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 另外我们也知道 我们眼睛所见的不过白米 能所知的空间 不过是二维跟三维 那从心量的角度放大 世界是存在无量维度的 包括佛说三千大千世界 种种的这种苏妙庄严 阿弥陀佛的依报 由阿弥陀佛四十八页所呈现的这个 无量庄严的这种空间维度 完全超越我们眼睛所能见的 环脑的心所能一策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王志修基士他就说 我们必须从超越环琴我见的这个角度 而直接从圣年量出发 所谓圣年量就是说 从佛证悟的这个圣年量 所说的华语 佛所说的经典 圣年量而入 因为经典所记载的这种圣年量 他不是我们一般写的这种小说 也不是一般的诗歌 也不是一般的这种世间的文学创作 他是一种通过自我修正 禅定内在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境界 那严格来讲 他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但是为了能够让后面的人能了解 什么是净土 什么是无量光无量瘦 阿弥陀佛 而把这些圣年量记录为文字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自无不妄语 他已经超越了从说妄语的角度 因为妄语的话 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我会避害就利 你打妄语 首先你是从我执还情的角度 我要受伤害 或者我要从中获某种利益 所以你会讲一些妄语来回避你的这种伤害 那或者是你讲妄语来骗起别人的财物 或者别人的供养这些 但是佛陀自使王位 包括精进修行 他没有这方面的 这个厉害的存在 那另外一个由于净土是这种 内在自正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世间人的难以起性 由于我见我直很深 世间的这种 还情书见 我们一般人的这种不要讲的太远 就一般你如果每天都观察一下自己的怀恼 或者跟家人的这种相处 跟朋友的交往 你看看自己显现出来 有没有怀恼 对吧 有没有这种我知我见 那就更不要说从修正的角度来讲 从亲近还恨的角度来讲 内在的这种超越 那净土呢 那必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显现出来的一种境界 就内在灵性心灵提升的一种境界 他超越环境 所以在第三讲里面 王子修即使主要是要讲 我们的环境所见 障碍了我们对净土真正的认识 那也从圣年量的角度提到说 我所言不惜是由于他内政的功德 以及阿弥陀佛的那种内政的心心光明所体现出来 那也由于这样 历代以来 历代诸位修行人大德基士 想尽一切办法 善尽一切家财 都要把这个三藏经典刻印留存下来 那很多大德基士 甚至于发挥很多的时间精力来来制作这个转轮帐 转轮帐如何来储存这样的圣年量 因为他这个是超越世间法 这也讲到我们一般人讲了佛法是救世之光啊 如果没有佛法三藏经典流传 我们每天都是在环境望剑里面打转 就看不到出路 那人生会产生很大的疑惑 那人生产生疑惑 看不到内在心性的这种光明 不仅仅是成年人 小孩也有 在医院精神病科里面 自杀割晚的十三四岁的小孩不少 我最近看的好几个都是13岁14岁 最大的16岁 那这个就很烦恼的 那佛法的这种角度实际上是要让你看到内在 那净土是一个非常不可或切的一个教法 你如果了解 佛陀的一代实教的话 那极乐净土是一个在佛陀所讲的教法当中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教法 就你如果了解禅宗了解华言宗 乃至于你真正从教法 转着到内在修行 你内在心性所体振乃至于一记四十八焰而去实践的话 那你就真正知道什么是医正宝庄言 这个就很重要 那我们讲到这一点来看 净土起信第四 我们先来看言文 好 那这这一个第四 第四起信 我标题把它列为 四出世间 净土为要 我们刚才讲到 王子修基世 从第一起信到第三起信 都是为了欠 我们一般在家人 从我执我见的角度 来这个了解 我们作为凡人的不足 心性 物测的不透 乃至对阿弥陀佛四十八焰的无从 这个深入提振 来舍弃 我见 深入净土 那这个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很难 我们世间人一般没有信仰的人 他会有种种的理由 对吧 就 还心很重的人 就对世间法看得很重的人 或者我执我见很重的人 他不仅不信 自己不仅看不见不信 他会还会欠别人不要信 你信哪个都没用 他本人并没有体验 也没去做 那这个就有点像 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就有点像一只 一只宠物 对吧 或者是我们看一只动物 在泥土里面打了个滚 对吧 那大摇大摆走进房间里面 蹭到门 门就是泥土 对吧 塔上地板 地板都是泥土 在你的床上 床单一滚 都是泥土 对吧 他就这样 就说这样的人他不信呢 他就会有种种理由 会把别人也介于不信 那王日修基士 他实际上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他的 从讲起信的角度来讲 从我执我见来讲 那接下来这个 就不是一般的 蛮轻我见的问题 我们来看 净土其信 第四 就四出四见 净土为要 我们来看言文 他说 如者 或于细事之土 无界行 故轻其教 而因你不信净土 使不然 其可以道士不孝 而勤劳子 使人不孝 而勤孔子 这者 善不以人慧言 况 可以其徒 而勤其教乎 细事之教 有四见法 有出世见法 其是法 一物如同者 不可以离书 就细数的意思 那这个呢 就在中国唐代 国教是很盛行 那宋代儒家儒邪很盛行 大家如果了解中国历史的话 赵匡义 是一位对鲁士很尊敬的一个国君 就在 就在宋朝 北宋南宋 宋朝有一个规定 就 只要是世代乎 开始讲写 国家都给封路 对吧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 呃 儒者的地位是很高的 在宋朝 乃至于行不上世代乎 啊 这个 给了非常开放的这种辩论的 这种空间 就宋代 所以宋代的儒者 他们一般会呃 会评价 其他不是儒者 就不是写儒家的人 他们会评价 那 当然你如果从 作为儒家写者的角度来讲 王子修 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也算是当时顶尖的写者 对吧 就非常顶尖的写者 呃 考中进士的 又做到维州教授 呃 都是非常顶尖的这个儒家写者 但是他弃辱邪佛 非常精进 所以他很了解 儒家的这个 呃 对佛教的这种误解 所以他从 他从世间跟初世间法 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嗯 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呃 儒者 就说 儒家的这些 邪人呢 啊 会看到有些 细事之徒 无戒心 就出家人 啊 这边是特别指出家人 就细事 就 出家人 他没有戒心 故情其教 而因以不信净土 是不让 他这边的 呃 这个 出家就是细事之徒 无戒心呢 跟下面的禅宗 是有关系啊 唐代 唐中 唐中期之后 包括宋代 禅宗 圣行 有很多写禅的人 实际上 没写好 对吧 就不懂教法 啊 那 实际上做的是断灭因果的事 那有些 呃 就是不懂教法 不懂戒力 但是又认为我超越教法戒力 啊 什么都不用手 这在宋代很严重 所以宋代的佛教禅宗 从这方面来讲 也是导致了佛教后期衰微的一个一个源头 那还好 呃 宗高大会禅室呢 是隐禅 两方面都很精通的 那有这么极为大德把佛教呼起来 那不然 后期也是比较危险 就没有戒心 包括你对教法不懂的话 那当然别人就要 就小看你了 对吧 所以有儒家的人 因为你没有戒心 问你什么是佛法 你也讲不清楚 对吧 问你什么是修行 你讲的 是世而回 对吧 什么那当然 你就没办法让人信服 那 从王日修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 有这么 一些学习不好的出家人 对吧 你而亲事佛教或者亲事净土 这是不对的对吧 就圣年量 像前面讲的圣年量 他是没有错的 当然 人 会不会完全遵行 那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那他就打了个比喻 他说你这就好像道士 就没有好好修行 或者道士没有很了解 老子道德经 或者庄子 那你就而亲老子本人 这是不对的 对吧 那 像儒家的这个从事的人 不孝 就没有按照儒家的这种 刚常伦理而行事的话 那你也不能因此而亲满孔子 你叫法 但是没错 那从这一点来讲 应该 以他的事件 以初事件法深入理解 而来判断 而不是以人的行为来判断 那这个 王志修讲到的这一点 他当然不是 他那个时代才有 他这个既有普遍性 就包括我们今天也一样 今天社会也一样 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社会还比以前复杂 对吧 以前农业农根时代社会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大家还比较简单 对吧 那现在种种的娱乐 对吧 种种的这种外面的这种诱惑 互联网种种的这种移乐事业 那比如说 有时候你在网上看到 你看有些出家人去拉斯维加斯玩 对吧 走入赌场被人家拍掉照片 你不能因此就说 你看出家人都来赌博 对吧 不能这样讲 对吧 那当然有些 可能有些过去拉一拉被拍到 对吧 那当然这个跟戒力就有些出入 但你不能因此而请起教 对吧 不能因这个人 那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来看看 从王志修基世 从儒者 他那个时代 对佛教徒的这个看法 包括我刚才提到他的背景 就唐后期 宋 北宋南宋 时期的这种禅宗的神性 导致佛教教育的切实 就因为禅宗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子子心性不利文字 对吧 就很多所谓的禅盒子 就没写懂的 就你跟他谈教话 他就说这些都是糟粕 对吧 或者他说就有些说这些是干食节 对吧 干食节就是说干掉的混便 这都没用的 对吧 那你你问他 什么是佛法 什么教法 他又讲不清楚 对吧 他去用这一句来读你 那当然人家 像很多 基士深入金藏的 他不讲话 对吧 包括儒家很多有写佛法的 他不讲 但他知道 那你当然这样的话 就会被人所轻视 那这个 古代有是当代有没有 当代也有啊 对吧 当代你看 我们大学里面 写佛教的很多教授 他没有宗教信仰 纯粹 写这个只是作为他一种研究 对吧 作为他一种事业 作为他一种职业的一种发展 他他不是要学活的 对吧 包括他用宗教研究法 他完全不是为了修行 但是把做一种职业来研究 那你很有修行 你或者是没有戒心 他问你什么是佛教 你又讲不清楚 对吧 那你又不能骗他不懂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当代的儒者写过的也很多 对吧 那对于一些没有真正深入的 那当然他会轻视 对吧 那对于又很 很有学问 又很谦虚 又真正对佛法修正的 这样的写者也有 我也碰见过 对吧 他们很深入 武教 佛教 让他自己也念佛 也参加禅修 参加这个念佛 那这些人 他 你跟他谈的时候 他你一讲他就知道你懂不懂佛法 但他们很谦虚 对吧 那一般会很尊重你 那当然我们如果从王日修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从做儒家的顶尖写者的角度来讲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对吧 就他很深入佛法 又有很深入的这种正物 那他所生这种心性的惨化 就是慈悲心 他的慈悲心很重 就是说 要从慈悲的角度来看 你不能因为人而清教 对吧 不能因为这样而不信净土 那当然从世间里出世间法 他从儒者跟佛教对比 他不可以理数对吧 理是古代 在计数的时候又绑绳子 就绑这个一条一条的来计数 所以他成为理数 估计其大言之者 细事之所以之之 之之是勤勉睦睦的意思 信世人者无非介恶欠善 而勿如何尝不介恶欠善哉 且以目前言之 我以杀生偷盗 血隐为生 为生三叶 就从 王志修的记者 王志修的基督 王志修的基督 角度来讲 就是说 如己其大人 神宠 使其不介恶欠善哉 道故不在所言 你 孔子言 勿未见 好得如好色者 使人赤 赤不得也美色 使其不介恶欠善 那这边就说 从世间法的角度 就我们从 作为人的世间法角度 就你如果要从一个 世人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一个如者的角度来讲 那么我法里面 无非介恶欠善 那如者也是这样 那这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 他怎么讲 子言 就孔子说 盛禅欠杀 对吧 这意思就是说 《论理子录》里面讲 善人为邦百年 亦可以盛禅欠杀 就指敢化凶残的人 使其欺恶从善 则可以汇除死心 他的意思是这样 就说从 佛法叫 叫人修善欺恶的角度来讲 就说 如果是一个善人 从儒家圣者善人的角度来自邦 也是可以盛禅欠杀 就不需要用到死心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就可以汇除死心 那这是从世间保而言 那这个所谓文王得及鸟兽昆虫 岂不介绍 这个是一个典故 就在《诗经大雅》里面讲 就说文王 周文王曾经造这个灵台 灵台 就他在经营的时候 由于 他的德恨很深 做一个国经 他要盖这个灵台的时候 庶民工资 不是层子 就所有的民众知道之后 都过来 帮忙盖 就很快就盖好 那这个盖好之后 庶民指的王在灵欧里面 就 比鹿 比是指这个 你就是母的 都是指这个公的 就公母这个鹿呢 幽浮 聚集白鸟一一 那王在灵朝一任一夜 就说乃至于中国周文王盖这个灵台 以及鸟昆虫 都是在他的附身之内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的这个附身放生的这种文化很早就有 对吧 周文王的这种开始 那他这这种文化他体现的是什么呢 体现的是人的这种善心 就对生命的这种关注 气 内心的这种凶残 那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佛法 他其实在戒杀 从一开始就杀 道 隐 忘 对吧 那从 隐的角度来讲 呃 就你如果能戒杀 道孤不在所厌 对吧 就偷盗这一块 那从戒引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从做人的角度 对吧 就你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 或者是一个念佛的人 五戒能够持好 那念佛回向往生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你能够把一戒持好都不容易 那从作为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你要戒好色 孔子有言呢 叫做物未见好得如好色者 从主教而言 就孔子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能戒这一点 岂不是戒血印 那孔子为什么说物未见好得如好色者 既说孔子曾经在这个魏国 就跟魏国公要去跟他做谋 就要跟他做谋事 因为孔子在战国时代和春秋 他是一个很多国家都很想让他来帮自己 但是又阿姨他是一个很讲道德的人 很讲周理的一个人 所以呢 又不太严厉他来协助 这个也是世间法的一个 为什么讲圣人之言难留于事之快 就圣人的话很难在民间传播就这样 因为民间都是贪嗔痴慢义 包括国王他就想把自己的国土扩大 那你要说叫他不要杀生 那这就很难了 对吧 那这个古代冷兵器的时候用刀剑 入侵一个国家死亡人数 有时候动辄都是十万几十万的 对吧 那像以 汉代像以坑坑杀的士兵一次性可以坑杀 四十万对 那这个包括秦国的 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这个白起 他现在河北地区的时候 捕获了十万储金全部坑杀 那这个这个就很厉害这个就 从王者跟从政治世间的角度来讲 那哪里有慈悲心 都是以利益为根本 包括战争这种事也是人性很邪恶的一个表现 对 对 从佛法的角度 之所以这样历来 我 要借人 不杀 对吧 要生慈悲心 这个很重要 遇杀的话 很可怕 对吧 特别是当代的这种武器的化达 最近 最近的这场乌克兰战争 目前已经死了很多人 对吧 像现在用的武器 就叫什么真空弹 跟那种百灵弹 那个很厉害真空弹 你放下去 把整个空间的 高科技很可怕 把整个空间的这个空气吸纳之后 放出上千度的这种温度 下面被覆盖的 就等于说不仅是杀了 就整骨头都化掉了 对吧 所以这种 很可怕 所以 借杀 道 阴亡 很重要 对吧 因为如果这个做不到 你不要说修行 人性都难以保存 最后 最后你这个人的这种 本能 本来的这种性 人性的这种 英文叫humanity 你都没办法保存 对吧 even you cannot maintain humanity 那借杀 他他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完善 一个保存 对吧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慈悲心乃至于菩提心 那在我们念佛的人里面很重要 对吧 你慈悲心的发展 你菩提心的发展 乃至于无量的扩大 那你这个念佛一念的感应 那一念即净土 那这个这个要做到不容易 好 那孔子讲这句话 那孔子讲这句话是因为他当时 这个 魏国 对吧 就魏林公 邀请孔子去 普政 那孔子去了之后呢 那魏林公对他很客气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他是大家都知道他 而且他的七十人门徒 都是很了不起的 指路协助其国的时候 都是把整个国家治理的很好 对 就他的七十人门徒在各个阶层影响力很大 那当然你的徒弟都这么厉害 对吧 那大家对这位老师就很尊敬 对吧 那就魏林公就想请孔子 去叫他治国之道 那孔子就到了之后呢 魏林公很好的款待他 但是有一件事 让孔子惊讶的就是出行的时候 就他们要出行 魏林公把孔子放在他后面 而不是跟他同年 你这么一位有 有邪文这么为能治理国家的人 你如果敬他的德恨的话 那应该是坐同车 对吧 那不是这样的 魏林公他是把他很宠爱的一位妻子 就送过的公主 呃 呃 长得很有美色 很漂亮 对吧 他非常宠爱他 就把他 拉到车脸 坐在前面 两个人 把孔子放在后面 对吧 放在一个比较小的车脸 那孔子他不讲什么 对吧 他后来他就离开了 呃 因为招摇过世 孔子在撤后 那孔子当时就跟他的门人说 他说 物未减好的如好色者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魏林公秦罗 所以给他 讲治国之道 或者是更正 他的从政治国的这种方式 但是他在面对这种美色之间 德排在后 对吧 他好色好鬼的 所以呃 所以他就离开了 对吧 呃 那从这点也看出呃 古代的儒者 他是很有很有志气 对吧 就儒家的邪者 他是很有志气 就如果你 辉为德的话 那他当然 他就离开 对吧 就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这样的一种 一种志气 好 那这个是从 这个呃 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那魏国也因为这样灭的很快 对吧 魏国在 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是很快被灭掉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也可以看出 呃 人的德恨还是 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很重要的 呃 呃 那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看出世间人 要改掉 世俗的吸气很不容易 对吧 呃 从各个方面 那这个是从 戒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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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戒是很容易起的 呃 人 身口一三叶 杀 不一定行你身 但很可能行你心 对吧 就人一念怒的时候 就说哎呀 我如果 可以我杀了他 对吧 呃 那这个也之所以 人的业力很可怕 就这一点 就得说他一旦 业力成熟 他长到那个位置 对吧 比如说他手中有权力的 那杀了鲁玛 对吧 一怒的时候就杀了很多人 所以戒杀是一种 很重要的一种得恨 对吧 也是人 根本 人生的根本 就你如果能够做到 慈心不杀 呃 呃 那你包括不道 不血淫 那这个 五戒是善是好 那你不仅得人生 神天道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好 前面是从世间法 乃至于从儒教的角度来讲 的这种杀道 那相对以言呢 佛语妄语 其语 两舌二口 唯口是叶 这个佛法里面就分的更细 就世间法的话 孔子而言呢 人而无信 不可 不知其可 其不觉妄语 就说 从佛法的角度 不可以妄语 对吧 这个 这个就很重要 就刚才讲 妄语一般是为了 避害 对吧 欺利避害 人的本性 但是这个会伤到别人 破坏到别人 那其语 也是一样 其语就是说 讲一些很花巧的话 对吧 或者是讨好人的话 那这个也是一般也是为了欺利避害 那两舌这个就很不好 对吧 两舌这个伤人很深 对啊 就一般的世间人来讲 就是说你在别人前面这样讲 在背后那样讲 那这个一般的话伤得很深 特别是你如果两舌加上奇语 那就很厉害 就是说你两舌讲他不好的话 这些话还都是奇语 就捕风捉影的 对吧 都是不实的 那这个就很厉害 那恶口 恶口就是骂人 对吧 包括诅咒了 这些都可以 或者是 恶口可以分很多种 包括 讲一些缓话 对吧 讲一些嘲笑人的话 这些都可以成为恶口 对吧 就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你嘲笑别人也可以成为一种恶口 对吧 那讲一些恶毒的话 也可以一种恶口 那我们亚洲的文化跟欧美不一样 对吧 亚洲文化一般恶口的话 就直接就骂了 对吧 就在街道就开始开骂了 欧美的文化的恶口 他是讲讲缓话 对吧 就讲一些比较刺激的一些缓话 那这个这个也称为恶口 好 那从孔子的角度来讲 人 而无信呢 就他讲话 靠不住 不知其可 就这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要戒忘 那又说 这个这个是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这个无信讲的话 是指妄语 对吧 那又又为巧言吝啬先的你 这个是讲奇语 就相对于佛教的奇语而已 就说 讲很多这个巧妙的言语 然后为了讨好别人 吝啬 对吧 吝啬这边是动词 就是巧言吝啬 让别人很舒服 讨好别人 对吧 那当然这个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 先仁义 就这样的话 他是没有道德的 对吧 没有仁义的 他目的是为了获利 那这个就陷入到奇语 对吧 奇语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其不解奇语的 那书称 面无 而无面从退后有言 这个是新唐书的这个《卫正传》里面出来 他讲 西训戒秦成 而无面从退后有言 就当时在训这个作为经主的时候 有些臣子 就当面他不说 对吧 就在从政的时候当面不说 等这个存在退切之后 他跟迅讲这个人的话 那迅他是很有道德的人 就他这个说 而无面从退后有言 就你当面为什么不讲 对吧 就就这这这句话 那这个就是戒两舌 对吧 就你当面为什么不讲 等到退了以后你才讲 对吧 就等到这个人不在的时候 退后有言 你才来讲 那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那这个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也是很重要 对吧 就我们 不管是诸位在家庭里面也好 还是在公司 从政 或者是经营事业 这句话都可以写了挂在墙上 对吧 就比如说你在家里面 父母的关系啊 呃 子女的关系啊 包括如果有婆媳的这种关系啊 一定要 呃 无面从 不要退后有言 对吧 就是说你当面要讲清楚 不要背后再讲 那这样可以可以节省很多问题 那也可以真正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对吧 从作为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那你从如果能借到 从修佛的角度 或者从我们念佛人的角度来讲 你能够做到 不忘义 对吧 不齐以 不两舌 不恶口 那这个就这个就很不容易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 忘义 齐以 两舌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小事 有时候是可以处理的 有时候是没办法再处理的 特别是这种两舌 两舌对人障碍很大 所以大家要借 那恶口这个就很厉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 恶口为之 恶怒之声 善为之义 就 恶怒之声 你发怒的时候所出来的声音 虽然可能不是很多骂人的话 但是很厉害的话 那行子 曾经讲 伤人之眼 生于卯宅 就 我们讲啊这个 讲好话 讲反人心 暖人心的话 如这个深冬的太阳 对吧 就暖年一季三日春 对吧 你讲一句 那人心缓的话 他有 有如三夜混的这种春天回归 对吧 春暖花开 那这个恶意 恶口一句 六月霜 这个六月都让人心变得很寒 对吧 那这个上人的话也很厉害 对吧 借恶口 我这边给大家讲一个佛经里面记载的故事 就流利王 对吧 流利太子 就在中天族 基萨罗国 这个也是由于恶口而来 这个是很 在佛教历史上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 就 中天族的基萨罗的蛇魏国 就是波斯 波斯 波斯 聂王 跟摩羯托国 当时在印度 是金氏力量比较强大的 这个两个国家 那释迦摩尼佛的加比罗魏国呢 金氏力量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们是贵族 就释迦族是种姓很高尚的这个种族 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 英国的皇室贵族 对吧 没有很大的潜力 就金氏力量不行 那 当时这个波斯聂王呢 他想取这个释迦族的 执的女人 女儿 来作为他的太太 因为他这样的话 可以说 就进入到贵族的阶层 对吧 那释迦族 古代 看现在也有 对吧 现在也讲门当户对 对吧 世间人 现在世间人也一样 对吧 几千年几万年了 好像都没改变 对吧 那释迦族呢 就嫌 嫌弃这个波斯聂王 他不是贵族出身 对啊 他是一个比较一般的 通过种种努力 而成为的一个王 就种姓不高尚 就种姓不够 不够他们的这种高尚 那当时呢 就本来要寄解他 但又考虑到他的这种 国力的强大 那就后来就释迦族里面 一位比较讲话 比较有分量的 叫摩河南 就讲那我家世里面有个B字 就不是释迦族 就得说一个比你 长相俊美 然后我们把它认为 就把它 嫁给波斯聂王 就说是我们释迦族的 子女 对吧 就嫁给他 这个 当然这种在古代 不单单是印度有这种行为 唐代也有 中国唐代 比如说唐召经 对吧 嫁到外欢 或者是 后来西藏跟 跟唐中中他们要求嫁捏的时候 他们也是以公理嫁过去 而不是以他们的这种子女 他认为他们的那种 贵族还没到他们这种程度 对吧 不愿意把人家嫁给他们 那在 释迦摩尼佛时代 他的 他的 国 就加皮罗为国的种姓高尚 他们也有这种看法 就把比你 摩河南把它加中了一个比你 嫁给了 波斯尼佛 就说是我们释迦族的子女 那当然他们就很欢喜的就引起了 那后来生了个儿子 叫 琉璃太子 那按照 当时印度的传统 你生了子女之后 孩子要送回到这个娘家去接受教育 这是一方面 另外当时释迦族是非常著名的 这种 不管是施惠托的教育 金氏的教育 所以释迦摩尼佛年轻的时候 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包括他的射箭的记忆 包括他的搏击术 根据经典记载 他释迦摩尼佛一支箭能射穿四个骨 对吧 证明他的这个臂力是很强大 武力是很强大 他一个人可以跟十个人摔跤 对吧 所以是接受很好的信念 那 波斯虐王就把琉璃太子 因为他是唯一的王位继承 王子就想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 就送回释迦族 那当时就准备的很充分 用四种金 包括用大象 庄严大象送琉璃太子过去 那琉璃太子在摩尼佛南的家里 因为他是他的外公 对吧 那边基祖 然后呢就跟释迦族的这个 呃子女同辈人一起接受教育 接受这种 从识会托 包括今世的信念各方面 那有一次 呃世家族在庭炼宫殿里面 摆设了一个高大的狮子座 呃鲜花点缀 呃是因为他们要请佛陀去讲话 就呃当时说要请佛陀讲话 那琉璃太子他不知道这个位置是因为他很小 对吧 释迦牟尼佛当时应该是40多岁的人 那他就爬到那个座位上 对吧 那释迦族的这些子女就骂他 说这个位置你怎么可以爬上去 这个是给我们尊贵的佛陀准备的 让他来讲话 那其中有有个人讲的恶口 对吧 所以恶口还不是骂人 那这句话算骂的 说你一个逼你生的杂种 对吧 就不是纯的世家主人 怎么可以爬到这个位置上 就羞辱他 就恶口羞辱他 那这件事情就糟糕了 对吧 这件事情呃羞辱他之后呢 琉璃太子就称心打发 就说以后我为王 他就告诉他旁边的一个侍者 以后我为王 你要提醒我 我今天受的这个污辱 对吧 我要挤四种兵来灭世家主 所以后来这个波斯涅王死掉之后 那琉璃太子继承王位 称为这个 呃 基萨蛇为国的这个 王 叫做琉璃王 那他有一天他就想起这件事 就我 童年之时 被送到释迦族接受教义 记住这件事 就有人恶口误辱 那他就挤四种兵要去灭释迦族 当时佛陀岁数已经很大 呃 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他就在半路的中间一棵树下 打坐 琉璃太子经过的时候 他很尊敬佛陀 他下来的时候走到佛陀面前 行这个顶礼 就顶礼佛祖三拜 就说佛陀对吧 那边有一个更大的树 呃 您为何不移到那边去坐 对吧 因为这棵树呢 已经枯枝了 对吧 苏根也不好了 您为何不移到那 但是那棵树刚好挡住的 他们经对要经过的路 呃 释迦牟尼佛就说 这棵树虽然枯萎 但终究是主因 对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是这样 但 主因 就主代的因德 这才是最根本的 呃 那琉璃太子知道这件事之后 听他这样讲之后呢 他就退兵了 就没有话 那第二次的时候 他又起称心了 就我一定要抱这个恶口 污辱之言 对吧 起称心 回去之后又 过段时间要起称心 几四种兵要再来灭 佛陀在那边又做了 这一次 那琉璃王又退兵了 最后第三次 再来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他知道 这个事情没办法回避 所以他就不再 不再去阻止 他就 琉璃太子就率四种兵 攻入这个加皮罗为国 那摩河南就出来阻止他 毕竟他是他的外公 但是听他 当时就本来要把所有抓到的 一记佛经记载是 九万九千九百人被护 那也是很大的一笔的 他准备用把它埋在土里 用大象踩他 那这个所以恶口带来生起的这种 这种称恨心是很大的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杀他们 就要把这些人都埋在土里面 用大象来踩他 一个一个踩死 那摩河南知道 就是跟他立下契业 就说你先不要埋这些的 让他们开市城门 对吧 我这个我他走到海边 我跳到海里 等我浮出水面的时候 就你在你在杀 对吧 如果我在没有浮出水面之前 你开市城门 让他们自由逃出 那流利王他就想你跳下去 也也不会太长时间 对吧那我就冲了你的宴 对吧 毕竟他是他的外公 那他就摩河南就跳到海 跳到海里之后 他到海底下 然后他把自己的头发绑在那个枝条上 就那个海底的枝树上 他过了很长时间都没见他 那人已经世上跑出去很多了 那派这个部下下去看 才发现摩河南把自己 通话绑在枝树上 所以落上来之后 流利太子也因此 诚心熄灭 对吧 就内心很自救 就觉得他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那摩河南的这种 慈心救大众 也让一个人反省过来 那当然这个可能 毕竟是他的外公还是 这个还是很真的很洁情 对吧就从人的角度来讲 但是从恶口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人的一句恶口 你看能带来的这种恶业 那是很厉害的对吧 戒恶口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作为在家人也是一样 平时很好的朋友交了几十年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冲突 那可能有时候就因为一件小事 一记恶口 那就老死不想往来 对吧 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冲着对方打染 对吧 不要再联系我 对吧 我没什么好谈的 对吧 这个事情也是发生过 那这样的话就说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就恶口啊 戒恶口 是非常重要 不仅能让人怒气 而行杀 你看 你恶口的话 会牵涉到杀 乃至于可能 与人跟道 对吧 这些都有可能联系在五戒里面 所以这个是讲戒恶口 那佛又饮 贪称痴为义三叶 孔子为 见得失意 使者借他你 为 薄于书举 不念旧恶 使者借称你 为 困了不邪 民事为下 使者借吃意 由此言之 辱序未尝 不同言 就从这个 借生口意三叶的角度来讲 从世间跟初世间化 它是有相同的地方 包括这个 佛家讲这个贪称痴 为一三叶 孔子也讲 见得失意 见得失意是精子的这种 九种品德之一 我上一次讲过 就是说你所得的这个 是不是以道义相 相合 对吧 就你得的这个利益 是以道义相伟的还是相合 那是这解谈 对吧 如果是 以道义相伟的 那你就不会去 拿他 取他 这个是解谈 薄于书举 不念旧恶 这个是另外一个典故 那么来看一下 是什么 好 这个是出自论理的意思 叫子叶 孔子说 薄于书举 不念旧恶 厌是勇西 就是薄于书举 他不不念旧恶 厌 厌 则无用处 厌是勇西 那薄于跟书举 他们是两兄弟 一是长兄 即是这个弟弟 那据说这两位呢 伯爷和书举 是兄弟 他们也是很出名的 本来是孤竹金的儿子 是一个 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儿子 那孤竹金在世的时候 他想立书举当太子 继承王位 那书举是弟弟 对吧 那他又想让自己的这个哥哥长兄来继承王位 他很讲道德 那 他的哥哥呢 伯爷呢 又认为这是父亲的一命 不能违抗 所以他也不愿意 那后来两人就退了 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那要他们听说这个西伯聚 也就中文王 是个很有道德的一个人 就想到西州请他来接管他们的这个国家 对吧 那后来 到的时候呢 这个文王已经弃势了 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就五王 准备要讨啊这个奏 那伯爷跟书举他就不认同 因为当时的这个周朝 是商朝下面的一个封地嘛 所以说他的户属 他认为这样 这样是不道德的 对吧 你这样就出师 这个华金的话 这样是不道德 所以他就离开了 对吧 但是呢他们两个人 气节很高傲 对 他们也不愿意 吃周朝的这个凤粮 后来在山里面饿死 就才这个冲击饿死 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可能会觉得 这两个人有点 就很固执 对吧 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他们很有原则 做事非常有原则 就等于说只要是 不道义的 他们就间接不做 对吧 那当然他们也不会念旧儿 对吧 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做 我迁怒于你 或者厌恨于你 而是 就说等于说 你不合我的理 对吧 我也我也不会牵懦于你 不念旧儿 这个是讲博语 那这里面呢 他不仅是戒成 博语跟书记 不仅是戒成不念旧儿 还可以看出 他的这种对自己的这种底线 道德伦理的这种尊行 是非常执着的 那这个历代古代有 包括近代也有 包括当代也有 对吧 特别是在二战期间 很多儒家的写者 比如说日本秦战那个地方 他们就往后搬 搬到西南去 他不愿意留在那边 对吧 当然 这个是他们的做人的底线 道德的底线 当然也有也有也有人做想法坏面的 什么人都有 但是就说 有这么一批人是非常坚守底线 对吧 好 这个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讲 那从 佛教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 我们借称 对吧 就严格上来讲 印竹讲的一句话 实际上是很好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即便 在闲谈的时候 也不要有成怒 不要去论人家识会 对吧 闲谈默论人会 这些都是借身口亦善业 对吧 成怒的方面 那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世间跟初世间的鲁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儒家跟佛家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从世间法角度来讲 但是 其不同者 辱 只指于世间 指于社会与人际关系 佛 这出于世间法 故事累世众生业缘之本末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句 那未能如是者 上面讲的这些经典 就是要讲最后这一句 未能如是者 而随辉之 这孔子所为 不知而作之者 可不戒在成怒时 这细事为可信义 其言净土 勿可以不信在 所谓世出世间法 净土有其妖者 不可以不免 就是说你如果了解到 从儒家 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 谁能接受不同的文化 包括西方的教育 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根基 还是儒系道三种 包括我们的生活的习惯 我们的世卫的习惯 那从儒的角度来讲 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你如果能做到深口意三叶尽的话 这种世间法 对吧 做到不曲意 不良事 或者如孔子所言 耳无面从 退后有意 就是说不讲 背后讲的 对吧 也不两舌二口 那你这个做人就算很成功 那当然你如果在这个程度上 能够再进一步 从佛法解脱的角度 以念佛净土为为真的角度 那你当然其言净土 勿可以不信在 你内心的清净 包括你借力的这种行持 你念佛的这个功德 那当然是超越世间法 所以以你净土有其要者 不可以不免你 好 这个是王日修基世讲的 净土起信底释 从儒家的这种世间法对比 而进入出世法 这个是为了令人深信而言 好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啊 讲了这么久呢 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里面那这些小朋友生出来就是等着被他打死的吗 那我们作为学佛人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可以避免将来这种悲剧再发生 就这样子 谢谢 您怎么称呼您 我叫莉莉 莉莉好 莉莉这个问题很好 对吧 那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 从因果的角度来讲 从因果的角度来讲 当然他有因在里面 呃 这个所谓的因不一定要看到过起事 对吧 就有 cause and effect 如果我们看 从今世来讲 现在的教义 对吧 包括现在儿童的这种网络接触 特别是游戏 对吧 你看游戏软件的这种 包括Facebook啊 Snapchat这些都有很多这种game的这种游戏 对吧 那这些这些游戏都是很暴力的 你看你如果调查一下 你如果调查一下美国游戏销量最好的 每年就 under age 玩的这种game 对吧 video game 你看一下都是暴力排名第一的 就枪战的 或者是打斗的 泄斗的 呃 这因为他这些很刺激人的神经 对吧 那你讲因果 我觉得不要看得太眼 这个因我们给他们种下 对吧 他通过玩游戏也好 对吧 通过电视影视作品 也好 那他在心里面 形成这样的概念 对吧 所谓 佛法里面讲的一个很好的道理 一切为心造 所以心很重要 地藏经开篇发言 心如公法师 能法助世间 对吧 你的心呢 就像公法师一样 那这个小孩的音也在这里 他的心 他的心就像公法师一样 被网络充实的这种暴力 邮件 对吧 游戏 包括现在网络的讯息 教育 教育的信息 你看现在的教育 不是说要教你戒嗔恨 对吧 不是说要教你戒恶口 对吧 那两十七是个人的新闻 现在的教育就是说 如果别人骂你 你要骂回去 对吧 别人打你要打回去 对吧 或者你要抗争 对吧 那这样的这样 当然这样教育也没错 因为你毕竟要表达你的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表达方法 对吧 那这个音呢 很大的 呃 从我个人的角度 包括在mental health这一块 包括在医院 看到under age 就是18岁以下的这些有自杀倾向 或者有伤人的倾向的人 的年轻这些小孩 实际上受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呃 这个是一个因 对吧 那果 所以您刚才问到因果 呃 我我不是要追求到他过去时 对吧 就他现在我们给他这个环境的因 他就存在这样的果 就他什么时候显现的问题 对 那他由于现在的教育 呃 所以古代中国文化里面 地质规很重要 对 你如果受过地质规教育的 那会动 动不动 就拿刀子 拿凳子 拿枪 对吧 这个就避免了嘛 对吧 你这个问题把我问的浑身大汗 对吧 不知道什么回答 对吧 这个太难了 对吧 因为这个牵涉到太多了 对吧 呃 呃 那讲到 这个因呢 所以我觉得社会应该环视这个问题 对吧 就 我们应该怎么样教育 怎么从得益 对吧 就呃 呃 看你你能听懂吗 我大概讲的就 we're talking about how today's environment change the young people's education track so probably we need to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what we feed them especially underage their mental right the way of thinking or their perspective how to be the individual living in society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 在整个的社会其实是需要缓施教育 对吧 那您讲到我们佛法如何在这里面起作用 首先美国应该跟英国写对吧 英国在小学教育里面就加入佛教的课程 啊这个从90年代他就开始 最近他编好像大中学高中也在编这样的教材 对吧 他知道佛教的这种啊 啊 我们刚才讲的 戒杀到隐忘 两舌恶口 忘与其恶口 这些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教育 呃 那你如果 您讲到被杀的 您另外是问就是被杀的这些是什么因果 是吧 那这个这个就是现实的这个 这位枪击者造的因果 对吧 呃 我们不能推得太远 就等于说这个因的话它种下 呃 那 这里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很伤心啊 对吧 那最近我出门 全美国都这样半起 对吧 这个是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反思 人性的一个反思 一个实际上整体的社会应该进入反思 就 我们的教育错在哪里 对吧 我们需要再加些什么 呃 那美国最近几年 呃 有些有些我知道破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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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中文叫什么港 俄罗港 俄罗港的有些学校就开始接受佛教的 meditation 对吧 就从 middle school跟 elementary school 他有接受这样的meditation class 给这些学生那效果很好 目前效果很好 那这当然你如果能够再加入一些东方的得益的交易 对吧 就比如说 我们可以 其实 我们现在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够 如果我们够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借助 这次枪击事件跟国会写个提案 对吧 就说我们通过我们亚洲的案例 我们的 这种教育历来的这种 比如说像弟子柜的一些教育 可以提个提案 就是说未来是不是 除了知识面的对小孩的这种教育 是不是得益跟心智的这些教育要增强 对吧可以从佛法的角度来来来提倡 呃 当然我们现在这块做的不够对吧 那对于被杀的那几位 只能讲 呃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都是很小 那这个小孩 能去拿枪去射人 这里面他就涉及到 一个社会忍耐力 包括这里面可能还当然要深入 我没有具体了解 可能还涉及到家庭的教育问题 或者家庭的环境问题 那当然可能又涉及到人格的问题 对吧 包括可能 是因为现在 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比较 比较不太注重关注学生的这种心智的发展 也慢慢太注重他的这种知识面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佛法的方面 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管是念佛还是作禅 对于北美都是将来都是一个很大不可估量的 一种智慧 对吧 包括对社会风气的改善 那当然这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 那我个人也尽量能做多少算多少 看看包括在精神健康课 做些案例 包括最近我博士论文通过 我有一专门一篇是精神 这种探访案例分析跟佛教的这种结合 对吧 那这个将来大家多努力 从业力的角度来讲 这种业就造的很重 对吧 杀人这个就很麻烦 那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岁数这么小 他也实际上也还不懂 也不懂什么叫杀人 他所以这里面他的这种混恨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流利太子的故事 对吧 流利太子他当时是没有枪 对吧 如果他当时有枪 那些释迦州太子说你是一个逼你生的子 对吧 你并不纯粹 你怎么可以跑到哪里 估计他也就把枪拿出来 就开始扫射 对吧 所以这种称恨性恶口 那这个交易就不够了 对吧 有可能同学受到了其他同学的恶口 或者以人的侮辱 对吧 所以您这个问题 业力是有它存在的 就我刚才讲 不用讲过去时的业力 现在的这个业力 他因为他从我们工业所创造的这个条件 让他从游戏里面学习到如何杀人 对吧 网络里面学习到如何使用枪戒 对吧 电影电影作品里面学习到 我估计他还学习电影里面如何进去开枪 对吧 如果瞄准 这些 都应摆在那里造成这个果 那我们如何是不是 通过这些问题 是不是我们佛教提倡说 从培育小孩的慈悲性角度而言 是不是要有华力来限制一些这样的游戏啊 你不能从资本主义的角度说市场经济 对吧 你是不是有些小孩不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啊 对吧 那当然这个 这个就比较复杂 那从业力角度来讲 确实是有他的因果关系 这个因在这边 那果也寄种下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啊 你讲到佛法这一块很好 对吧 也 也让我思考就有什么方法 就说诸位如果有能力的 对吧 在国会 有些是比较大德基士的 我知道赵美心国会议员 对吧 是不是可以 你们如果是他妻里面的基民的 给他打打电话 对吧 就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关注 我们很悲痛 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 我们从东方的文化角度 我们有这些考虑 对吧 给他提提意见 那他有可能也借助这个提意见 把这个传上去 那这样就改变业力了 那这个功德就大了 对吧 这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你不仅是旧一个案例 可能都杜绝未来这些事情的发生 对 那从这一点来讲 亚洲的教育还是对的 亚洲的这种德意志教义 对吧 就得 你的德恨 包括弟子规的教义 对吧 义是你的意念 对吧 这是你的智慧 不管是儒家 道家 佛家 你看王志修基石 这个就讲得很好 对吧 你不管从儒家的角度 道家的角度 那这个当然世间法这样做 你就 人格就很完美了 对吧 你就能做到爱人即人 就爱到你自己也能爱别人 对吧 那你再加上初世间法 那不得了 对吧 那有名言说 禅师说这样如天意 就像你本来已经一只老虎 你还加了两个翅膀 对吧 那净土的话 那因为你这个是最后有归期 这个很重要 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能够使 惯恼而证悟 那这个就很重要 对吧 好 这个问题又回答您的问题 好 阿弥陀佛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关于禁度的讲了这么久 我讲的口干舌燥的 大家听的东倒西歪 对吧 是您有问题是吧 阿弥陀佛 感恩师傅 后学明白就是学过 就是曾经学过就是 儒家像您讲的这些东西 后学就是感受很深 谢谢您 那后学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儒家的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 就是我觉得很相似 但是后学想问一下 是不是就是咱们佛家的三规五界十善 有没有雷同的地方感恩师傅 谢谢 儒家的五轮 您刚才讲对您学的比我好 对吧 我这个名词都讲讲不前 对吧 我要查日脸才能备受 对吧 对吧 呃 那这些都很了不起 那这些都很了不起 但是刚才讲到 儒家他主要是从人跟社会的关系 而言 对吧 人精精成成富富自治 这些如何守好人跟社会的关系 那佛法他不仅说你要把人做好 对吧 就那个位置做好 他主要在于超越 那他你刚才讲的这种 呃 五常跟我们的三规五界有没有什么关系 从人的角度他有关系 从别解脱的角度 不一样 对吧 呃 戒力他是有别解脱的意思 所谓别解脱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 你可以脱离人道 升天或者是往生净土 那净土 包括你成阿罗汉 或者当下真的试过 这成为有戒的别解脱 那因为他儒家的这些五常物 他他不是戒 对吧 他是一种社会的道德伦理行物 对吧 那戒的话 他是有超越性 对吧 他除了在世间要过好生活 做好人的伦理之外 他有超越 有提炼 变内在心性 灵性 超越的这一块 所以在西方的用语 叫spirituality 对吧 spirituality 他是不同于我们这个 physical 这种角度 对吧 那这个是无限制 这个是不同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对 但是但是要把人做好对吧 要不你说能做到仁义 理智性 包括精子 三界 八德 那不得了 对吧 你到哪里都不仅能很好的代表 你是一位佛教徒 而且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佛教徒 对吧 啊 你到 你到 未经许 你到哪里都不像 传练 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